语 您是 在下是新上任的 华县县城城旨 请问 程老县令可在府呢 县城大人 老县令他 他 怎么了 他先通子孙殉城了 魏龙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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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伤口已腐 得忍着点疼啊 下官得先驱除清淤 除去腐肉才行 将军勿金 来吧 陛下 臣的伤口有碍观瞻 您 不若先行回避吧 回避个屁 这什么没见过 你现在知道自己伤重了 早晚个半日 别说你胳膊了 就连你的小命都不保 朕早就告诉你 早一些娶妻生子 整日打打杀杀的 到头来呀 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赠 坟前连个打铃番的人都没有 走 陛下若再想象四年前那帮 强压着臣娶豫昌郡主 那臣就再出征 即便是去胡人地界上找仗来打 也要将这条性命葬送在哪里 如此 陛下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了 你呀 恕辞啊 还说这些蠢话 还有你们俩 废物 将军这么重的伤 你们俩是瞎了还是残了 为什么不早先回来 早一些医治 陛下要怪罪还是怪罪臣吧 战场上军令如山 他们二人也不好违抗 你不要仗着朕舍不得怪罪你 你就肆意妄为 朕把你当青身子一般的 抚养长大 你如此不爱惜此身 你到底要作甚哪 你能不能轻一点 是 无妨 继续 朕和你舅父 青铜青兄弟 自幼一起吃 一起猪 一起长大 你舅父为了国家 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 朕心痛 自责无法救他一命 这才把我家全族荣耀 都赏赐给你呀 就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活着 可是你呢 亦不取歇而不生死 整天大大沙沙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母族祸世的血脉 难道真的要断送 在你的手里吧 臣只想像舅父那样 娶一个知心相爱之人 与其像程阳侯那般 招勤牧处的弃我阿母 使得两人相恨半生 臣 宁可截然一身 陛下不必再劝了 还看什么看 还不给朕 滚出去 慢一点啊 是 现在樊昌长功夫了啊 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 伤得这么重 陛下未免太太就樊昌了 少主公不是被他伤的 是他自个儿说的 干什么 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俩 这俩倒是谱随主样啊 此生平日说十句话 你们俩呢只说九句半对吧 还笑 你说 你要不说 你要不说 我连你家少主公一并责罚 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在华县的樊昌叛军 叛军否定 又听闻新上任的县城未曾前来接任 恐气突中遇险 因此又折返相救 才耽误了建商 新上任的县城 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城 去了青县吗 既然你们家少主公 要去救青县城 那顺便在青县 就可以疗伤啊 少主公压根就没去救青县的县城 她是去救县城家的女娟 女娟 对 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 给少主公拔的剑 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 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 这才耽误了杀手 大剑 料伤 小女娘 那小女娘是谁啊 不许干的 就你说 娶灵侯城市的妖女 承受伤 承受伤 对 长什么样啊 我 我 一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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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三叔父好些了吗 他还是自责 说若非自己一路上耽搁 也不会让老先令一人面对强敌 老先令与你三叔父 当年一见如故 情同父子 你三叔父还一路念叨着 要带都城的吃食 给老先令尝尝鲜 谁知 竟是从此天人有可 城老先令已是花甲之年 为何还要自己出身翻线 让守城门的将士去不行吗 再说 他年岁已大 身体也不好 就算如此 想来圣上也不会怪罪他 圣上不会责怪 可华县的百姓就在城中 他们可都看着呢 若没这份全家就已盈离的志祺 又有何面目做一城父母官 苗苗 生逢乱世 有能者当仁不让 当初出征 你阿父阿母 也是这般 又无反顾的前往故城 季夫人 女公子 我打听到了 程老先令的尊女程小妹 现在在医馆就医 她被贼匪踹中了胸口 伤势严重 怕是撑不了太久 快去看看吧 带我去 好 双双 等等我 你欸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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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下那儿了 不要丢下那儿了 小小 小小 小小跟我们来一起玩 我才不能 王叶剑 我父兄都是大英雄 他们上战场 保家卫国 娘娘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上这儿杀敌 你胡说 我听我的阿父说 明明就是你阿父阿母 见你是个小女娘 便不要你了 他们打仗 就在这儿你的同胞阿兄 就是不爱你 你才胡说呢 我阿父阿母才没有不要我呢 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你 他们分明就是不要你了 才把你丢在顾大母家的 我们不管他 你们自己玩 所以来的 就要快去 為了 别忘了 老板 那个小伙子 或叶 叶 一时 新来的一时姐姐们 可真好可爱 新来的仙臣大人是我三叔父 阿子是替他来看望你的 也替你的父兄来看望你 他们都好担心你 可是 我的父兄 他们都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老县里寻常的消息 在破城之时 贼妃就已经召告天下 瞒不住她的 已经出手 难难怪 你父兄不是有意要丢下你的 你别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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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难不怪 大风 阿风和阿雄 他们 都是为了将全城的百姓 才会死的 所有人 都说他们是大英雄 难难不想要大英雄 只想和他们 是说话 难难之后可以跟阿泽说 阿泽听你说 从前 奶奶说没有事 大父 都会抱着我 阿父 会给我讲 好多不熟 我 还会 把好吃的一趟 让给我吃 阿泽 可是 我这次好疼 好疼 疼 却不在了 难难怪 不疼 不疼啊 之后就不疼啊 华欣的百姓和你一样 都会想念他们 阿泽 不用哭 我给你吃 泥草好不好 这是阿星 临走身 悄悄载给我的 原来在那里偷吃遗堂啊 你这就去帮叔叔了 哎哎哎哎哎 这我雷拉俩想走啊 这是我阿父阿姆 偷人给我带的 你又说谎了 你阿父阿姆 都上站船去打仗了 站船是哪有人 卖一趟的呀 你阿父 哪有时间买一趟啊 分明就是你 偷爱求人家 跟杨小姆聊天天的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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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目无目无脸皮 丢人献眼尘 上山 出发 啊 这 蛇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舍不得吃 吃 吃了将不难受的 医生 小梅他 小梅被贼妃揣中了凶服 伤及肺腑 每日疼痛难忍 我们已经给他 喂服了止疼的药 但他体内的伤 应该熬不了太久 还需要什么药 劳烦您练分担子 无论再亏再难求 我一定想办法给他弄来 小梅要活下去 他得为了他全家人活下去 是 你救我 我腿没了 活着也是累赘 还不如死了 连去给家里付他 腿没了 还能主管账 千万不要放弃 放弃 你们这些世家子弟 你知道别放弃 我的父兄被那些劫匪 砍掉了四肢 活活被淌死的 是我放弃了他们 我才应该去死的 父兄惨死 你一个大男人 就活不了了 我若是你父兄 定会三更半夜 从坊衣里爬出来 把你骂醒 他们舍弃姓名换你活着 你怎能轻易就说放弃 我若是你 定会好好喝药 好好配合治疗 将来痊愈之后 取其身子 将他们的人生也 一并活下去 拿药来 拿着 拿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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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贼妃侮辱了 醒来以后 就不吃不喝 一直闹着要去寻思 生怕他的未婚夫婿 不要他 就当是被畜生咬了一口 我知你心中难过 但寻死并不是你的出路 我也有身边人 被劫匪掳走 可他们连全尸都没给他留 那几日我不停在住道 就算是被欺辱 只要能活着 能活着便就是最好 如今你活着 你的郎婿 理应庆幸才是 若他不介意 为何要为了 瞎了眼的老天爷 放弃有情人 若你这么做了 当真是傻 但他若是介意 为了一个无情无义的 男人去寻死 更是蠢不可及 好 华县遭遇贼匪 我知道你们有的人 失去亲人 有的人落下病根 经历了许许多多 惨痛之事 可你们知道吗 若不是陈老县林 以全家的性命来拖延 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 如今陈老县林 唯一的血脉 还躺在那儿奄奄一息 是才与我说 要好好活下去 因为那是他大父 和父兄 用性命换来的机会 连孩童都明白的道理 你们为何不明白 你们有什么脸面 禁言放弃这么多人 为你们拼来的生机 有什么脸面 去面对已故的亲人 来 女士 我不怕她 怕我整哭吧 女士 我要喝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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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 女士 我要喝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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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快 快上药 快 快 来 来 慢点啊 我让你喝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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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的 好 慢点啊 来 药 我让你喝药 可 我让你喝药 我让我喝药 然后你喝药 你喝药 快去药 我让你喝药 你看你快去喝药 她 有药 受伤 受伤 你风寒刚好 真不再歇歇了 我不想歇 一歇下来 妈闹子都是陈小妹 你若觉得累了 便可回去歇着 要不我帮你算吧 你这般太辛苦了 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 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 现在府库里的钱 只够买三十称木材 四十称沙土 可外面还有四五十户 损毁的房屋待修 这些都不用算 材料根本不够 可三叔父的府库 也只有这些钱了 钱 我这里有这块玉佩 还有 还有这块玉橘 我按摩说过 这个是楼家的传家宝 值不少钱 还有 这个扇子 还有这些钱 够吗 够吗 我只有这些了 这些就是楼公子 全部的家当了 我自小大兄教导我 钱财乃生外之物 切勿沾染同袖之气 因此身上值钱的物件就少 再加上自小万事不缺 身上从来不带银钱 你们这些世家弟子 平日里不为赤川用度发愁 那你们速日都在忙碌些什么 自是成为端方君子 君子以学以聚之 问以辩持 宽以拘之 人以行之 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以厚德在务 我知道了 就是图个好名声 阿瑶 我想到办法了 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 少商 你怎么不拍你自己啊 因为会疼 娘娘 你让我为所有捐钱的商骨 写一份嘉奖书这不难 但若盖上观印 便是万万不可 荒唐可笑的 三若虎 先别着急 你先听我跟你说 这样一来 虽然我们不能悬之以利 但可以幼之以明啊 人活在世 谁不图个好名声 三叔父 你尽可挑一些 好听的话鞋 比如 仁后一心 情依恋事 百姓楷模 大善之家 只要捐钱超过三百贯 我们就赠予牌匾 牌匾只需几贯钱 却能股东商股 出钱重建滑现 出钱重建滑现 三叔父 如此简单的道理 你为何要反应这么久 我是在想 这些算计的小招数 都谁教你的 这样算计的招数 还需人教 三叔父 是小看我这招数 还是小看娘娘我 这么简单的道理 几贯钱坏几百贯钱 三叔父 你不会抠门道 连几贯钱都舍不得花吧 你看看你 你哪有半天 小女娘的样子 贵族把手放下来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行吧 现在 不然呢 鸡仔细 来 梁子 武梁要收得再高一些 估计高了 光线好 可省烛火 好嘞 威尼来了 威尼里可有加固书粉 小的 加了之后能再加老布 你公司可真厉害 趁你公司好都明白 我收了 歇一会儿 喝点水 你这武梁画得可真好啊 还有周五姐 那 那这个是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呢 别捣乱 小妹醒了 你醒了 待会儿伤好了 本想跟少少儿子 一起盖屋子 少少儿子可真厉害 什么都会做 那 小妹想盖怎样的房子 给我们画出来 好 我们就得阿瑶哥哥的 脸上画 好 阿瑶 不如你来当房子吧 好 好 好 你想想 我想要我的屋子 有一扇窗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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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下窗户 我想我的屋子 还要有一个长了花的屋顶 我还想要我的屋子的顶上 有一只蝴蝶 蝴蝶 蝴蝶 这样就有蝴蝶了 真好看 我好想好想看到 华县便会从前夫兄们 还在的时候的样子啊 到时候 莎莎阿子一定会修出 最漂亮的屋子 不知道 我还不看到 小妹 一定可以的 一定会的 对 小妹 阿姚哥哥和邵上阿子 会让华县便会原来一样 我们一定会做到 到时候新盖的屋子 肯定比阿姚哥哥脸上的房子 更漂亮 太好了 好 好 好 伤好不容易才好几日 又跑去追踪樊长雨倒下了 少主公秉行加重 陛下一双眼 差点弯死我们 小伤无碍 我命你们办的事情 可曾办好了 都办妥了 若非少主公旧伤复发 大可将钱亲自交给成娘子 少主公你是没敲见 成娘子短短几日之内 便将死气沉沉地滑线 重振民心 当真是了不得呀 那些百姓领导牌匾 个个都申请 可惜少主公叮嘱 要低调行事 成娘子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份最多的钱是你所捐 我们又不是商骨 自然得低调行事 那些商骨若知道了我的身份 定会怀疑 是他有意为之 想利用我们的身份 逼捐他们 如此低调行事就好 既能帮到他 也不会惹出是非 那岂不是行好事不留名 连成四娘子都不知道 能帮到就好了 不用他知道 少少 这蜜耳滋味可好 挺甜的 不过蜜是浓热些 吃多了定是会腻 那下次我换家脖子了 你可还有日思夜想 没吃到的 老何家的巨女 还有羊肉耳饼 蜜子我也想吃 不过阿阳 你不用都样样买来 你就是要冬日之冰浪 夏日之暖锅 我也都会为你寻找的 阿阳 你真了不得 从来没有人如此夸过我 我阿兄总说我 良而犹过 犹上欠阻 大灾之后 还能寻到这么多美食 可见阿阳做事 细心妥爹 我哪有你厉害啊 今将百姓重新振奋 捐款捐物 我阿县呀 因为有你得救了 阿阳 阿阳 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 什么 眼光好 在这个世上 只要你与我阿父 才懂得欣赏我 待日后我阿父见到你 我觉得 你们两个也会上这头缘 双双你愿意 愿意 愿意带我去见你阿父啊 为何不愿 双双 我想好了 等以后咱们做了父母官 你就指导建筑生产 我就负责你生活起居 咱们的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好 你等等 我再帮你去寻点秘宗子 建筑生产 陈大人 陈夫人 三叔母 三叔父 娘娘 你的主意妙哉啊 现如今 仇集的前言均已投入重建 你可是为咱们全县的百姓 免了仇集之苦啊 也不全是娘娘的功劳 对了 三叔父 有一笔最大的无名捐责 可查得了 还未查得 不过此人既做无名 想来必定是安排周密 不想让我们查得了 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 在帮娘娘 不对 是帮整个华县的百姓 无论是何人 还能比得过楼公子这般 细心体贴吗 自然是比不上 遇到了阿妖之后 我算账有本 捐木有钱 这盖房子也有帮手 您看 就连吃事也有着论 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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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 给少主公拔她剑 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 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 这才耽误了伤势 这是华县代姓令承旨 递上来的奏报 是 乌舍损坏百余九 死伤静百 短短几日之间修复乌舍二十余户 很不错 很不错呀 看来这个承旨 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嘛 是啊陛下 听说她有个侄女颇为贤能啊 不仅旧死扶生 而且还鼓励恢复生产 不知这个小女娘是否婚配啊 当然了 如此能干的小女娘 求情之人一定是踏破门槛哪 回陛下 承家女娘尚未婚配 尚未婚配啊 陛下 臣老县令携子孙 共同殉臣而亡 终亦无双 是否应当追风嘉奖 你起来了 对 朕 朕有此意啊 朕打算命人哪 拿着这个追风诏书 去趟华县 臣敬重老县令为人 愿前往传诏 起来起来 你这个声 好了 已经好了 那好 那既然此生想亲自跑一趟 就去安排吧 是 遵旨 好得还挺快啊 年轻 年轻 年轻就是好得快啊 比不了啊 比不了啊 谢谢陛下 谢谢陛下 夫子 可曾打探清楚 此次遇险之人 是否有承家女眷 小人已多方打探 当真是承家女眷 且不止一人 承家四娘子也在车上 他怎么会也在华县 说是随华县县城城 城池一同上任 谁知在路上遭遇匪贼 尚亡不少 后被御前林将军所救 如今一行人已前往华县 下去吧 是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为师要即刻启程 见上他一遭 经此一事 万万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欠他情债太多 若是不能当面 与他吐露心中愧疚 为师此生 死不明目啊 好 弟子立即陪夫子 一同前往华县 这天下女娘众多 为何偏偏她这么倒霉